字幕提供 問一下其實今天算是志偉 你滿資深的 你有好 你養過很多隻狗 對 有好幾隻 大學的時候就開始了 你什麼時候發現 你的生命當中沒有狗不行 小時候因為 其實我們小時候 家裡媽媽就愛養狗 我家裡第一隻狗 其實是馬雞隻我媽媽養 對 然後我是 出了社會之後就發現 因為我都一個人住 我那時候 高中畢業的時候又很調皮 就覺得說自己要 買自己的第一間房子 就跑去買了一個房子 也是自己住 後來就去領養了一隻 黃金獵犬 那時候喜歡大狗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個子高要很大狗 才能看 對對對 然後就養一隻 哇 噩夢的開始 為什麼 也不會啦 因為大狗不好照顧 而且他 黃金獵犬那就是 他時時刻刻都在吊毛 那時候我又是一個布的沙發 然後我家的狗 會在我家 就是客廳看電視 蠻神奇的 看電視 他會去 他會去 學我去搬那個遙控器 因為以前的遙控器 現在的遙控器都是他 其實不用一跳對著電視 對 按一下他就會趕 他就會自己掃瞄到 那個藍芽會掃瞄到 他會看 他就看在電視中在那邊睡覺 他認真看 我說實在 我不是他有抖 我看不懂 可以像他問他劇情 但狗隊的聲音 應該會很敏感 像他就會聽到 消防 我家旁邊是那個消防隊 他就只要聽到 救護車的聲音 他就開始就一一叫了 他其實平常不太叫 他只要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也想當藝霄就對了 就開始唱歌 對啊 所以我就發現說其實 我們自己生活是一個 滿無聊的事情 那如果說有辦很好 那他們是一個 時時刻刻可以 跟你互動的一個 可以陪伴你的 對 有時候跟寵物就是 患難見真情 是啊 聽說你在低潮的時候 你曾經跟你的毛小孩 吃一碗滷肉飯 對啊 對啊我以前 他滿可憐的 因為那時候 我那時候當運動員 對 然後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職業隊被開除了 然後瞬間就 工作也沒了嘛 那我要 我又休學 然後我那時候 就準備隔年 要考一間部 那我又買房子 附帶可能都付不起 那我是每天早上 我只要去練完球回來 都會帶著我家的弟弟去 去 河濱公園走 去旁邊走 走完之後 他自己拎了他的飯碗 然後我帶一包飼料去 就會去 我家附近有一攤 我幾乎每天都會 吃著一個滷肉飯 早餐 然後就吃著吃著 有一天是很久 很久以後突然有一天 那時候我經常很差了 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連續兩個禮拜 都只吃 真的只吃一顆茶葉蛋 每一天 然後喝水 然後水還要去樓下 你這麼大哥吃個茶葉蛋 水還要去樓下的那一個 那一個 管委會員那邊 拿杯子去跟他們養 好慘喔 就自己偷偷裝 那跟大家 就裝兩杯水上去 那時候 就想說對啊 結果後來有一天發現 帶他去檢查的時候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就很冷靜地跟我說 他說 你們家弟弟是不是 最近怎麼來 不舒服還幹嘛 我說不會 我很健康啊 就沒有什麼異樣啊 帶他去只是例行檢查而已 他說沒有 但他突然瘦了兩三公斤 他說 會這樣瘦 表示一定有問題 是不是我有什麼 他有什麼問題 那時候我就覺得 就心裡有點不舒服 我就開始在想說 好像這會 我會明明的 會把他一些飼料減少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會覺得說 我這一包 快吃完了 快吃完了 慢慢給他吃 然後他也不會講 他其實動物不會反應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就把我的那一碗 滷肉飯 就弄一些在他的飯裡面 但平常這個動作 不是我做 平常這動作是阿姨做 阿姨會給他一點飯 攪肉汁這樣 不會給他肉 不要讓他吃太鹹 混著他的一點那個 乾飼料這樣給他吃 然後那天是我做的時候 因為我把我碗裡面的一大部分 都給他 我就說他只吃那一碗不夠 都給他 然後我就看到他就 沒動靜 我在那邊吃我 他沒動靜 然後我就看看他 我說弟弟覺得怪怪 為什麼是你給他 對 然後我就看看他 我說弟弟你幹嘛 他就看看我 對我 就看一下我眼睛 然後就低頭 然後用鼻子把那個碗 踢到 就是 嘴到我的腳邊 蛤 他不吃然後就退回來給你吃 他說不想搶你的飯 對 我那時候 太給人了 坐著我 那老闆娘就站在那邊 那老闆娘主妹主妹在那邊看我 然後我就 語音往那邊看 我自己也不好意思 看到他說 弟弟你趕快吃 丟臉快吃 但是 但是很奇怪 就是他那一天 大狗 因為我家的小狗 我家的狗就吃飯是很快速 那天他慢慢吃 他吃到我吃完了 然後看我就吃完了 吃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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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結果我們兩個就很落寞的走回家 我就超難過 然後我說 自己怎麼會這麼不珍惜 到我家的狗配 我就這樣 所以你覺得他有感覺 他知道說你最近 那時候那一碗飯是很珍貴的 跟你共提時間 可能當下我覺得 對於小動物來說 他 或許他不會這樣想 但是可能我已經 突然改變了他一陣子的生活型態 然後我有那個動作 他會覺得 為什麼今天是你給我 那你的呢 其實我覺得他會說 其實我覺得他的感覺 好像會覺得說 他可能也沒有覺得 要同情我沒有 他會覺得那你的呢 為什麼你要給我 你自己有啊 你的幹嘛給我 我也有啊這樣子 我覺得好窩心 因為通常很餓的時候 會吃得飛快啊 而且你吃這麼慢 跟人一樣耶 但是後來你還是 忍痛把他送走了 對 因為那陣子 狀況真的太差了 然後我也 也捨不得他這樣子 說實在話 那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能力 但是並不代表 他一定要這樣跟我吃苦 而且我那時候很倒楣 因為那時候買房子遇到那個 輻射物 賠很多錢你知道 根本就是生活都有問題 然後我也沒時間跟他相處 因為我那時候還記得 我連打一個業餘球隊要上課 我還兼了兩三份工作 就我基本上每天睡覺的時間 有一部分在車上睡 後來我一個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住在烏來山上 他跟他也很熟 跟弟弟也很熟 我常帶弟弟去烏來玩 然後說烤肉什麼 我家弟弟也會蹭飯吃 我會游到對面去 跟對面的烤肉要玩吃飽吃 那很省我的錢 花我的錢 很聰明 然後後來他就 我有送他去住了一陣子 但是就錢 他之前也會去他們家住 有時候住一兩次 那是送他去住的時候 我朋友都打電話給我 他說 你家弟弟怎麼了 我說沒有怎麼了 就是最近比較瘦 我就比較少餵他這樣 他說難怪來有點 這次有點悶悶不嫩 那我在想 他是不是又知道說 好像我要把他送給人家一樣 我其實也沒跟他講 我說那在你家 好言觀色都知道 對 後來就記得有點久 有一天兩三個禮拜完之後 我朋友打給我說 他說 他說我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要難過我這樣 我說什麼事 你不要嚇我 我就直接說 弟弟死了 他說沒有沒有 弟弟不見 不見了 就不見了 過了 我記得已經兩三個月了 那天我也去山上找他們 去找他們好像 不知道吃飯也幹嘛的時候 就在那個屋來有 在上去屋來有一個街上 郵局旁邊的一個超商 然後我就看到 路邊停的一台那種美國車 比較大那種美國車 福特那種美國車 然後就一對夫婦下來 買東西 我就一直演講 就想說奇怪的 看到很熟的臉你知道嗎 結果我結帳完之後 我找住就看到 那車子後面怎麼 那狗頭是我家的狗 那狗還是 那狗還是一直對我叫 你知道很兇 然後我就說 弟弟你怎麼在這 喔 當然雞皮疙瘩 你知道嗎 我就 我就把他 我就伸進去把他衝來 我就這樣跟他玩 然後那一對夫妻走出來 他們不是 感覺就是 磁場很好的一對夫妻 他們就一看到 他就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他說你是不是這隻狗的主人 他說因為我們也是 在這個地方撿到他的 所以他帶回去好多天 對 然後他說他們也沒惡意 但是他們真的找不到 後來我就 我是很冷靜的想完之後 有跟我朋友 還有跟那對夫妻討論 我說如果你們真的 願意對他好的話 他們就住在 烏來對橋的雲仙山莊裡面 他們是在那邊度假 兩個夫妻也有一點點年紀了 小朋友都在國外念書 他們在那邊休 就是休息度假 他們還請我去他們家 吃了一次飯 環境真的很不錯 然後我覺得也適合 他生長的環境 然後我還記得那天 我下山的時候 我點頭說好的時候 我其實超不願意 我一直黏著自己說 怎麼會說好呢 我下山我一直一直 那時候住木柵 一直一路哭哭 哦住友 中和一路哭哭哭到中和去 中和去